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后来空战中实现我们的战术意图 然后达好一个基础 我们是通过这个机会 向大家证明女飞可以 证明我们女性可以 我们同样能够驾驶重型战斗机 我们可以飞歼11B 未来我们也可以飞歼20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现在看到的是 大陆第一批歼11B战斗机女飞行学员 顺利完成单飞 成为合格的歼11B战斗机女飞行员 而且五位飞行学员平均年龄才23岁 他们即将奔赴一线作战部队了 各个都这么样的年轻 哇这真的是很大的对比 对我觉得其实 当然你也可以说对岸这个是个样板 但是对岸女飞行员 其实历史已经蛮久 他们一直都有女飞行员的存在 那我们台湾现在兵源这么不充足 飞官的人员这么缺乏 然后讲台湾年轻人连没进士的都很少 所以你要找飞官真的不容易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为什么不考虑 开放让女性也能够来当飞行员呢 这样不是也可以补充我们相关的兵员吗 这个时候再分 反正美国的战略就是要我们全岛皆兵啊 就大家一起去打仗 大家一起死啊 那如果这样 我觉得国军应该要审慎评估 应该开放女飞行员的征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